全世界最伟大的十个超级科学家 爱因斯坦只能排第三 第一名堪称人类神明 却惨遭99%的富豪们行业封杀 在人类早期历史中 出现了许多不同形式的意识形态 生命猜想 科学实验 社会调查 以及思维方式 从而让曾经的神话故事 成为如今的社会现实 而科学家则是帮助我们 将这一切进行系统化 理论化 以及现实化的人类先行者 他们的贡献 不仅仅是发明技术和创造理论 更是对人类思维方式 和对世界的认知 进行深刻的改变 今天就跟着世界之最套 一起来看看 人类史上最伟大的十个科学家 他们的故事和成就 不仅是科学史册上的文字记载 更是人类历史长河上的永恒瑰宝 看看你都知道哪几个 第十名 查尔斯 达尔文 现代人类是如何诞生的 是上帝耶稣所创造的吗 还是某种远古生物 所进化演变出来的呢 这个人类最早期的科学猜想 在很早以前 却是最为严肃的学术问题之一 而得出这一结论 并将它奠定为 现代生物学进化相关理论的 伟大学者 正是达尔文 达尔文于1809年 出生于英国的士鲁斯伯里 是人类史上最有名的博物学家 地质学家 以及生物学家之一 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成果 是许多人所熟知的 天泽演化 也被称为物中起源解说 达尔文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 家庭条件优渥 并且拥有良好受教育资源 最初达尔文被送往爱丁堡大学学医 但他对医学并不感冒 反而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 他又转到剑桥大学习神学 但他的主要兴趣仍然是自然科学 1831年 达尔文以优异的成绩 从剑桥大学毕业 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 毅然踏上了贝戈尔号环球航行的旅程 在这次旅行中 达尔文观察到了各种生物和地质现象 这些观察为他日后的进化论 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1842年 达尔文第一次写出了 《物中起源》的简要提纲 1859年11月 达尔文用20多年写成的科学巨著 《物中起源》终于出版面试 在这部书里 达尔文正式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 说明物种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是由低级到高级 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进化论的提出 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 许多人认为 它的理论挑战了神创论 尽管面临着巨大的反对声音 达尔文仍然坚持它的研究 并继续发表了人类的由来 以及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等重要著作 为现代生物学和遗传学奠定了基础 被认为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晚年的达尔文虽然身体多病 但他仍然坚持科学研究和写作 一直到1882年实施 享年73岁 第九名 安托万·拉瓦西 被誉为近代化学之父的安托万·拉瓦西 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 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获得了法律学位 但当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 在于自然科学 并毅然投身入了化学研究的道路 在拉瓦西的化学生涯中 他不仅发现并命名了氧气和氢气 还提出了氧化学说 他对当时流行的燃素说的反驳 为化学理论的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 他预言了硅的存在 并通过实验进行了验证 同时他还证明了 硫脂包含一种元素 而不是一种化合物 可以说 拉瓦西凭借一己之力 将化学这门学科 正是从定性研究转向了定量研究 并在实验中成功验证了质量守恒定律 然而这些成就 其实都只是他在化学学科中的冰山一角 除了理论的验证与发现 他还编制了广泛的元素清单 并倡导了规范的化学命名法 为化学物质的系统分类和研究奠定了基础 他的著作《化学基本论述》 被誉为是第一部真正的现代化学教科书 对后世的化学教育和研究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 拉瓦西的科学生涯和生命 被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动荡所终结 由于他曾担任包吹官的身份 在革命高涨的氛围中 他被错判为反革命分子 1794年5月8日 拉瓦西在巴黎被处决 年仅51岁 他的世事 对当时的科学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对此 法国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曾说 革命分子可以一瞬间夺走拉瓦西的脑袋 但哪怕再过100年时间 这个世上也不可能再有一个新的拉瓦西 而根据耶稣记载 拉瓦西在临死之前 还想要再做一个实验 他和负责行刑的刽子手约定 当自己失去生命的瞬间 会快速眨眼睛 请刽子手统计一下 一共有多少次眨眼时间 以此判定人的大脑与躯体分离后 大概还能保留多久意识 刽子手最后数了数 拉瓦西一共眨了11次眼 不过这个故事没有被正史所记载 而有白纸黑字记录的 是拉瓦西在临死前 写给自己妻子的最后一封诀别信 我度过了非常幸福的一生 我想人们会带着一些惋惜的心情记住我 第八名 约翰尼斯·开普勒 牛顿曾说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远些的话 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而约翰尼斯·开普勒 无疑就是他所指的巨人 1571年 约翰尼斯·开普勒 出生于德国一个命徒多传的家庭 在他出生的时候 家族产业已经衰落 父亲为了营生 在他五岁那年 离家当了雇佣兵 后来死于荷兰的八十年战争 青年时期父亲的去世 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本人 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 17岁那年 他便顺利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 20岁拿到硕士学位 他在大学里 深受秘密传播哥白尼学说的教授影响 这种对宇宙奥秘的兴趣 最终让他在天文学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毕业后 开普勒被推荐到了 奥地利所高级中学担任教师 他在此期间继续研究天文学 并出版了宇宙的神秘一书 没想到这本书出版后 竟受到了天文学家蒂古的青睐 这让开普勒顺利成为了帝谷的助手 来到布拉格郊外的天文台 当时 帝谷被称为望远镜发明以前的最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 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仔细 最准确的观察家 他也将开普勒带向了更为深远的宇宙空间 在帝谷的指导下 开普勒展开了对宇宙的深入研究 尽管势力不佳 他却凭借着坚定的毅力和顽强的研究精神 提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开普勒三大定律 首次为人类完整地刻画了一个完美 合理 与观测数据相符的太阳系行径运动方式 这位牛顿后来的万有引力定律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 他还发明了开普勒式望远镜 解释了小孔丞相原理 奠定了现代光学的基础 然而 由于这些伟大的发现 冲击了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 他的著作被教皇列为禁书 1620年 他母亲更因他的著作 而被指控犯有无数罪而入狱 他和两个妻子共生有12个小孩 大多在贫困中夭折 而开普勒本人 最后也由于长期得不到薪水 在贫困交加中 突然生病发热离世 享年59岁 虽然他的坟墓 在30年战争中被毁 但他的学术成就 和对后事的影响却永远存在 第七名 迈克尔·法拉第 法拉第生于英国萨里郡 纽英顿的一个铁匠之家 由于家境贫寒 他只上过两年小学 就辍学当了暴童 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的法拉第 最终却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 是19世纪科学史上 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法拉第的学术旅程 是一段励志的自学故事 他在13岁时 成为伦敦一家书店的装订工 利用这个机会阅读大量书籍 包括大英百科全书和化学漫谈 这些书籍 为他后来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除此以外 他还积极参加伦敦哲学会的会议 补充自己在物理 化学 天文 地质和气象等方面的知识 在物理学方面 法拉第最早揭示了电的本质 首先提出静电 电源 电解 磁性等基本概念 最值得一提的是 法拉第揭示了电与磁之间的对应关系 建立了电磁感应定律 这一定律在电磁学中的地位 可以与牛顿力学第二定律 在力学中的地位相媲美 他的这些研究 为麦克思维建立电磁场理论 奠定了重要基础 引发了电磁学研究的跨世纪发展 法拉第还发明了电磁转动圆盘 成为日后发电机诞生的源头 而在化学领域 法拉第同样有着不凡的成就 他发现了本 完成了合金钢与重玻璃的研制 首创了金像分析法 采用低温加压法 发明了氯化氢 硫化氢 二氧化硫和氢等 气体的液化方法 更重要的是 在解释电磁的本质时 他研究了电磁对酸 碱 盐溶液的作用 从中建立了两个电解定律 这不仅开创了电化学 这一新学科领域 也为电的粒子性研究奠定了基础 尽管作用如此多伟大的发现 由于当时英国的等级制度 与法拉第老师亨利戴维的偏见 他的成果在很长时间内 没有受到重视 一直到1824年 终于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 这年一月 法拉第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1825年 接替戴维担任皇家学会研究所实验室主任 1833年 成为登上英国皇家研究所 富勒·瑞恩化学教授席位的平民第一人 这是英国化学研究最具影响力的终身教授席位 据说爱因斯坦就曾在他的学习墙上 放着一张法拉第的照片 并将其与牛顿和麦克斯维放在一起 第六名 路易斯·巴斯德 路易·巴斯德这个名字 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熟悉 然而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领域 他却是一位神级人物 巴斯德在182年 出生于法国东部的汝拉省多勒 尽管家庭条件普通 但他的父亲非常重视他的教育 特意请了作家和哲学家梅雷为他辅导 在老师的教导下 巴斯德很快开窍并开启了学霸模式 1848年5月15日 巴斯德发表了著名的论文 《论结晶形状》《化学构成》 以及悬光方向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这是一篇天才的文章 他解释了同精性 创立了立体化学 后来 在里尔理学院担任院长期间 他通过研究甜菜酒厂的发酵问题 提出了高温灭菌法 这次的研究让巴斯德进入了细菌的世界 他通过实验 证明了微生物是大自然生命循环中 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这一发现可以说是改写了人类对于生命的看法 随着对微生物学进一步的研究 巴斯德还发明了 直至今日还在使用的一种有效的灭菌方法 巴氏灭菌法 这种方法解决了当时葡萄酒酒制变酸的问题 拯救了法国整个酿酒业 后来 面对当年法国的西伯利亚瘟疫的侵袭 巴斯德答应了农业部长的请求 再次出手调查解决探菌的问题 这是人类第一次把一种真正的生物事迹 与灭菌技术结合在一起 标志着一门新学科免疫学的诞生 再后来 巴斯德迎来了一项 让他永垂史册的疫苗研究 他开发出了针对狂犬病的疫苗 这种创新性的治疗狂犬病的方法 与疫苗传统原理相去甚远 为今日的免疫学奠定了基础 也因此被称为现代微生物学之父 巴斯德一辈子从事科研 在整个欧洲享有盛誉 1868年 德国的波恩大学 已对认识微生物繁殖史的贡献 授予巴斯德名誉医学博士证书 结果 当德法战争爆发后 德国的炮弹击中了法国 巴斯德把名誉学位证书 退还给了波恩大学 并留下了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 科学虽没有国界 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 第五名 伽利略 伽利雷 科学圈里学霸被出 通常谁都瞧不上谁 但伽利略却是一朵奇葩 堪称科学史上收到好评最多的男人 伽利略是意大利级的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 数学家和哲学家 北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科学成就涵盖了多个领域 包括力学 天文学 物理学和数学 因此被赋予了观测天文学之父 现代物理学之父 现代科学之父 以及科学方法之父等多个荣誉称号 伽利略在力学领域的贡献尤为显著 主要成就包括自由落体定律 惯性定律和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等等 他是第一个将实验方法系统的 引入力学的科学家 通过实验和数学的结合 确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力学定律 并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表达式 伽利略的实验工作 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许多假设 为经典力学的基础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他的工作为牛顿的理论体系的建立 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而在天文学方面 伽利略是第一个用望远镜 进行天文观测的科学家 观察到了土星的光环 太阳黑子 月球的山岭 金星和水星的盈亏现象 木星的卫星 这些发现不仅扩展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 也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的日新学说 伽利略坚持使用具体的实验 来认识自然规律 主张实验是理论知识的源泉 反对盲从和迷信 强调物质的客观性 多样性和宇宙的无限性 他不承认绝对真理和绝对权威的存在 是科学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第四名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被誉为希腊百科全书 是古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 与苏格拉底 柏拉图并称希腊哲学三界 他的贡献覆盖了多个学格领域 包括逻辑学 伦理学 诗学 政治学 天文学 生物学和物理学等 对后世的科学和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马其顿附近的斯塔基拉斯 成年后的亚里士多德移居雅典 进入柏拉图学院深造 并在那里学习了二十年 在柏拉图学院里 他一直把柏拉图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 但他却没有被柏拉图的思想所束缚 反而 他勇敢地跳出了柏拉图学派的思想束缚 勇敢地在自然科学中探寻真理 甚至还形成了一股追求真理的风潮 柏拉图离世后 亚里士多德受邀担任马其顿国王菲利二世的儿子 亚里山大的家庭教师 亚里士多德对亚里山大的教育影响深远 不仅教授他知识 还培养了他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作为亚里山大的恩师 亚里士多德成为了城邦的智慧之光 许多人已和他结交为荣 但英雄造势是 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山大去世后 立即就被雅典人送上了雅典民主法庭 雅典人给亚里士多德 冠上了和苏格拉底一样的罪名 不禁为神明 明事里的人都知道这一罪名是无中生有 但亚里士多德没有像苏格拉底一样安静等死 他在友人的帮助下摆脱了奴隶主的堪压 逃出了雅典 在马其顿国下属的维亚道 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 次年 亚里士多德便因病离世 亚里士多德落寞的人生 成为了雅典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人说他不如苏格拉底有气节 有人说他给柏拉图丢了脸 但如今 回看这段历史 这位仙哲是一位大成之家 在哲学领域 他创造了逻辑学 将形式逻辑发扬光大 在科学领域 他把科学种类进行了细分 延伸出了实践科学和理论科学 除了思想上的贡献 亚里士多德还创作了上百种书籍 其中 伦理学 诗学 等著作所涵盖的知识 多达十个领域 这些记录 为后世研究基础科学 提供了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一生辉煌与坎坷相伴 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本百科全书 他的一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尽管结局悲惨 他所书写的时代记忆 不会因时间的流失而消失 他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 至今依旧影响着千万学术人 第三名 爱因斯坦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这个名字如今早已成为 天才和智慧的代名词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了奇迹和传奇 而他的理论物理学成就 也改写了人类对宇宙的理解 爱因斯坦于1879年 出生于德国乌尔姆市的一个犹太家庭 他在年轻时 就对物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1905年 他发表了四篇改变科学界的论文 奠定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基础 其中包括光子假设和特殊相对论 他的光子假设性理论 很好地解释了光电效应现象 并帮助他赢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而特殊相对论的提出 则彻底颠覆了牛顿力学中 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的观念 提出了著名的智能关系公式 一等于Nc平方 这一公式 至今仍广泛应用于核能 粒子物理等领域 1916年 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描述了引力的本质 使物质引起的时空弯曲 这一理论预言了黑洞 引力波等天体的存在 为现代宇宙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广义相对论的提出 使爱因斯坦在国际科学界崭露头角 成为最受瞩目的科学家之一 然而 爱因斯坦的成就并不仅限于理论物理学 他的一生也充满了对和平与正义的追求 作为一位犹太人 他亲眼目睹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 这是他深感和平的重要性 他积极呼吁和平 反对核武器扩散 成为世界和平的坚定捍卫者 1933年 爱因斯坦因拒绝接受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政策 而被迫流亡海外 在此期间 他继续致力于科学研究和和平视野 成为了国际社会的重要领袖之一 他关注人类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支持弱势群体的权益 他积极投身于 推动教育普及和平等机会的视野 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知识和探索真理的权利 1955年4月18日 爱因斯坦因主动脉流破裂 逝世于美国普林斯顿市 他的离世让全世界都为之悲痛不已 他的遗嘱是 不要葬礼 不要坟墓 不要纪念碑或任何纪念碑符号 他的骨灰被亲友偷偷洒向天空 也许这才是真正完整的爱因斯坦 第二名 爱萨克牛顿 爱萨克牛顿是英国物理学家 数学家 天文学家 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 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牛顿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一个农民家庭 据说他从小就非常聪明 但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孩子 他性格内向 也不太喜欢玩耍 更喜欢独自思考 他在父母去世后 于1661年 进入剑桥大学 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 牛顿最知名的贡献 是他的经典力学三定律 惯性定律 动量定律 以及作用和反作用定律 这些定律 使得人们对自然规律 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其在天文学 物理学 工程学等领域的应用 推动了人类科技的进步 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除了力学定律 牛顿还对万有引力定律 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 解释了两个物体之间的引力关系 为天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与此同时 另一个牛顿的重要成就是 危机分学的发明 危机分学是一种数学分支 用于计算和分析变化的速度和邪律 这项发明被广泛的应用于物理学 工程学 经济学和其他领域 此外 牛顿还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和光学家 他发现了普通白光 是由七色光组成的复合光 证明了白色光可以分解成各种颜色的光谱 并发明了反射式望远镜 被认为是当时最先进的望远镜之一 牛顿的遗产 不仅包括他的科学成就 还包括他对科学方法的贡献 他的理论和实验方法 影响了后世科学家的工作方式 牛顿一生现身于科学研究 他的成就被后人广泛认可 至今仍被视为科学史上的一座封碑 第一名 尼古拉 特斯拉 对于特斯拉这三个字 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 这些年来 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和他的特斯拉电动汽车 三天两头就被媒体报道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而马斯克之所以给公司取名特斯拉 就是为了向对现代科学技术影响最大的科学家 尼古拉 特斯拉致敬 我们现在所用的电力的传输 基本上都是交流电 而交流电设计应用 正是来自于特斯拉之手 此外 他还发明了无线电技术 包括无线电电能传输 无线电遥控技术 以及无线收音机等 就连在隐形战斗飞机上应用的隐形技术 太阳能系统 以及X光设备等 也都归功于特斯拉 就在他短短的86年生涯中 创造了700多个发明专利 并且每一个都对现代人类科学和社会 有着难以想象的巨大影响 因此 从贡献上来说 他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已知的科学家 同时也被现代媒体称为 史上最接近神的男人 特斯拉出生于奥匈帝国 也就是今天的克罗地亚地区 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孩子 因为他有一种幻视和幻听的病症 能看到幻想 听到幻听 而且他的幻想特别真实 以至于他自己都无法分清 哪个才是现实 所以当时家里人和周围的人 都以为他有点精神病 除此之外 他的其他方面都很正常 这个幻视幻听病症 对特斯拉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 他想做一个数学题 或者设计一个新的事物时 根本不需要在纸上去列公式 去计算 光靠想象就可以得出结果 所以后来他的很多发明 都利用了这种能力 无论多么复杂的实验 他只需在脑子里想象一下 这个实验就基本完成了 当年 28岁的特斯拉 带着前任老板 给爱迪生写的就业推荐信 前往美国 想要加入爱迪生的实验室 两人见面后 他就告诉爱迪生 我们应该研究交流电 因为直流电 在远距离传输时损耗很大 每家每户都需要安装发电机 噪音会让人无法忍受 因此 以后肯定是交流电的天下 可当时 爱迪生公司的大部分产品 和系统都是基于直流电的 如果转向交流电 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由于意见和思想不一致 两人的关系 后来发展的并不好 最后 特斯拉离开了爱迪生的公司 离开爱迪生的公司后 在投资人的帮助下 特斯拉自己创立了公司 并在曼哈顿建立了一个实验室 专注开发和推广交流电技术 黄天不负苦心人 特斯拉的交流电系统 最终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电力项目中得到了应用 这标志着交流电技术的胜利 然而随着交流电的广泛应用 爱迪生却因为直流电的没落而心生不满 为了打击特斯拉 他竟然向美国立法会的一位委员建议 使用交流电执行死刑 从而让人们对交流电产生天然的恐惧心理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 爱迪生只是第一个注册电灯专利 并将电灯商业化的科学家 而电灯的发明者是美国人亨利·戈培尔 同样的 特斯拉是现代交流供电系统的设计者 而交流电电信仪的发明者却是爱迪生 所以说爱迪生不一定是最成功的科学家 但绝对是科学家里最成功的商人之一 然而这一切对特斯拉的影响并不大 因为这时美国著名的银行家 约翰·摩根已经看上了特斯拉 他觉得未来将是无线电的世界 于是找到特斯拉 并给了他15万美元和一片巨大的土地 让他研究无线电技术 然而拿到投资的特斯拉 特斯拉表面上在研究无线电传输技术 实际上却是试图研究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的方法 想要彻底推翻全世界的能源结构 这显然触碰了所有能源资本家的蛋糕 而这个想法被资本家们察觉后 特斯拉立即遭到了资本的封杀 不仅如此 特斯拉晚年的研究课题变得越来越离奇 它不仅在研究自由能源 还在探索与死者交流以及与外星人交流的装置 据他所说 他接收到了外星人的信号 并认为外星人一直在监视地球 大概由于他对商业利益的漠视 晚年的特斯拉经济困难 过着孤独的生活 1943年 特斯拉在纽约的一家酒店中去世 直到后来 他的许多理论和发明 被发现在现代技术中有着巨大用途 并且曾经在电力发展 机械结构 以及物理实验中的异象天开 被一一印证以后 人们才发现 这位跨世代科学巨匠的伟大 并将他追封为现代电气工程之父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今天介绍十个伟大科学家 哪个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以及分享给您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